- 天心雷福祉 帶你今天消息片 大家好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節目 我是幻象 今天台灣股市怎麼樣呢 今天這個拉尾盤對不對 台積電後來最後尾盤又拉了5000多張 那早盤的時候一度是往下跌 看起來好像今天這個觀望氣氛還是很濃 但是後來在盤中在中盤的時候 開始又往上做一個帶動 所以整個股市開始往上漲 那鴻海今天也是一樣 就講說鴻海是會跟著台積電走對不對 所以鴻海今天也開始持續的往上做一個帶動 也是在這個盤中過後開始往上漲 所以接下來鴻海的部分 我相信明後天也會更好的表現 我們等一下會來聊 那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族群非常的強是什麼 是航運股 因為中東又開始緊張起來 我們等一下節目都會來告訴你 那節目開始之前 麻煩大家先幫我們訂閱一下 我們的頻道叫做K線原來如此 那K線原來如此 我們的圓是三點水的圓 因為我們會要利用K線帶你找到源頭 好不好 那我告訴大家 你訂閱的時候 不要訂閱錯了 請你訂閱我們本頻道 會有其他地方是分流的 但是請你不要訂閱錯誤 所以請你訂閱K線原來如此 記得訂閱的時候 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好那我們現在看一下今天的這個新聞 洪海Model D新電動車亮相 車型設計曝光 然後10月8號要來科技日 科技日在10月8號10月9號 那之前新聞我有跟大家講過對不對 聽說這個黃仁勳董事長會來 不知道會不會來到時候再來看 很有機會來 到時候會不會來 到時候才知道 然後下面還寫到說洪海 已經開發出6款電動車型了 那有什麼有純電休旅車Model C 然後還有什麼Model E 電動巴士Model T 那電動巴士老師有上去看過 電動巴士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那個一般的這個什麼休旅車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不太好看 我覺得他們這個設計師還要再加強一下 那反正就是很多的車款會在什麼 會在這洪海科技日來展出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 說這一次在10月9號是有開放一般民眾去參觀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上網去Google 那我們也不是幫他打廣告 就是有資訊提供給你自己做一個參考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K線的部分 我們原K線的口訣是什麼 週線看大事 我一直在強調週線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利用週線來看大事 其他的朋友很喜歡看什麼均線 看什麼五日均線、季線、月均線 什麼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在講 我告訴大家再強調一次 看這些均線可能沒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利用K線來做量化 量化過後的數值 那大家都會的東西你要來使用 會非常的困難 因為很多人會應對相應的均線 譬如說什麼季線反壓 有些人可能就做反手 那萬一今天是大戶是不是就沒有用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均線這個東西大家都在看 所以沒有用 所以請你看K線 K線很多的細節 它是沒有辦法造假的 那利用日線來看幅度對不對 日線看幅度我們之前有講過 我們課程有 再來利用小時早晨 課分進出點 這兩個是比較關係到買賣 買賣點的位置 所以這未來有機會我們再來講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台積電的日線 周線我們就先不講 這個今天時間有限 台積電日線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日線的部分 這個前幾天都有跟大家講對不對 8月20號976號過了沒有 其實已經過了對不對 那今天到哪裡 今天到987 聽起來好像在罵人 但是不是在罵人 今天到987 明天我告訴大家可能就上1000了 那之前我們在這個9月9號的時候 我們在社群上 有跟大家來講 講台積電886 這個位置非常好 非常好 那你有沒有進去買呢 大家看一下現在漲多少了 今天9807已經漲100塊了 那如果你沒有相信我的話 當時9月9號 大家都很害怕對不對 有些人在講台積要崩盤了 市場上好多人在這邊講 結果呢 事實上我們是 我們才講的 對的好不好 所以我跟大家講 持續來看 那我們來跟大家講 這個紅海的這個周線圖 大家看一下 一樣是在什麼 還在盤整區間 已經一個多月快兩個月了 持續在這邊橫盤做整理 那日線圖的部分 日線圖的部分 前幾天就有跟大家講 紅海會跟著台積電 持續的往上做一個上攻 那大家看一下今天到哪裡 今天漲到183塊了 那接下來會不會持續往上做突破 會不會回到200塊 我告訴大家 反正的目標價都很高 絕對不是在這邊而已 所以第四季 剩幾天而已 馬上第四季了對不對 今天9月24了 馬上要第四季了 第四季什麼 AI要開始出貨了 好不好 AI要開始出貨了 包括什麼 GB200這些伺服器 馬上就要開始出貨了 輝達也講了 大家正在搶 所以出貨量搞不好還會再提升 這不是iPhone 有些人在唱衰iPhone 這很難唱衰 我相信不敢有人唱衰 現在伺服器就是買不到 尤其是做AI的這個伺服器 所以我跟大家講 持續來看 這股價到時候出貨 會任列營收 整個股價還會再往上做帶動 所以大家就持續來等待好不好 不要那麼急 這種全資股 尤其鴻海 鴻海以前在100塊以下 這多久了 100塊附近震盪好多年了 那股性反而就比較牛 那現在因為有AI的部分 會帶動它整個活性 這股價的活性變高 但是我告訴大家 它還是有這個 以前基本的這些股性在 我告訴大家 但是還是比以前好 那我告訴大家 接下來你等待一下 馬上就會往上漲了 好不好 你再等待一下 好我們持續追蹤 好接下來往下看 這是什麼 黎巴嫩被血洗 被以色列打對不對 說死傷將近2000 非常非常恐怖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今天早上的新聞 其實昨天就開始 就有這個新聞傳出來 那死傷是越來越擴大 那埃及卡達在譴責以色列 好譴責以色列 那大家看一下 已經什麼 492個人死亡了 然後呢 超過1600人受傷 那基本上 我告訴大家 很多人都在講 這個以色列 以色列 包括美國也是講 你們要控制 不要這樣太擴大戰爭 擴大這個暴力的範圍 但是以色列會不會停 以色列我相信 他可能不會停 因為這個 他們這個 總理 萬一停止戰爭 他現在民調很低 可能就 可能就會怎麼樣 就會下台 所以 基本上 他還會持續攻打 那現在就造成一個結果 昨天的新聞傳出來 包括今天 新聞還是持續在擴大當中 暫時還在擴大 所以今天大家看一下這個長榮的部分 長榮開始往上漲 那看一下周縣的部分 包括長榮今天陽明 萬海 萬海還漲停板 對不對 長榮那部分 大家看一下周縣是怎麼樣 開始往上翻漲 往上翻漲 那上面其實還有一些壓力區域 我們看日線圖比較清楚 那基本上就是 紅海危機還有什麼 美國這個塞港嘛 而且這個還有什麼 這工人要罷工 這問題很多 所以啊 這些問題又來了 再加上第四季是什麼 傳統旺季 好不好 傳統旺季 包括這個 等一下我們跟大家聊一下 長榮航好了 長榮航也是一樣 整個這個走勢還在持續往上 好不好 還會持續往上 但是目前 上面有些壓力區域 如果你真的想進場 那要怎麼樣呢 其實你就是撐回檔 他可能遇到壓力會有一些回檔 狀況出現 到時候再來看 有沒有買進的機會 現在去追 會有一些風險存在 我必須要提醒你 我不是說他不會漲 但是有一些風險 我還是會跟你講 那大家看一下 下面來列一個第三季 EPS 超可能要挑戰20塊 然後非常的賺錢 好不好 那我們持續往下看 萬海部分的 萬海部分這個周線 看它是一樣叫做再漲一次 那現在要往上來 再挑戰一次這個 今年啊 這個年初啊 五六月份 100塊的位置 那問一下 現在會不會直接漲上去 有機會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上面是有區塊的 雖然說今天漲停板 明後天也是非常重要 明後天能不能夠直接消化完壓力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大家注意 紅海危機 其實這個 上一次也是有紅海危機 造成這個整個往上漲對不對 這一次再往上漲 會不會直接突破壓力區 你要看主力的態度 你不要說老師你怎麼講不清不楚 主力萬一說 我現在想買 花了很多的錢開始丟進來 那就會直接 就可以直接突破對不對 那有些人可能解他賣壓就消耗了 所以我跟大家想現在慢慢在消化這個高檔的壓力 會不會直接突破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是有機會回檔的 那一樣回檔去找一個買點會比較適合 去追的話會比較累一點 比較辛苦一點 你賺的也會比較少對不對 那風險也會比較高 那再來我們現在往下看 長榮航空的部分 這一樣叫做在漲市 長榮航空其實 相對受到這紅海比較小一點 但是也有轉單效應 那大家看一下這個周線圖一樣 是在往上挑戰 到這個在漲市 那這個是沒有還原過的 我們看一下日線圖 有幫大家還原 那你看前期其實這個前一波高點 已經突破了 那目前已經到什麼 今天最高到38塊好不好 那其實前8個月 核併營收非常的好 連續什麼 三個月創下歷史的新高了 那整個走勢在緩步的往上做突破 那接下來一樣第四季到了 也是傳統旺季 那之前像包括是AI出貨 大家記不記得 以前這個前一陣子新聞 好今年年初的新聞 講說AI設備器在出貨 這空運的部分也會這個運量會增加 大家記不記得我有講過這個事情 所以長榮航空也是一樣 開始慢慢的往上做突破 那這個是因為有還原過 那之前除全息 如果沒有的話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沒有還原的 好像還在挑戰前高對不對 但實際上它還原過去是已經過高了 那記得還是42.4 這個比較歷史高位 這個地方是有壓力的 是有一個心理關卡 所以它還是會出現一些震盪的情況 這個地方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記得要比較這個往上操作 你要不要去追高 追高的話一定要特別的謹慎好不好 那之前還跟大家講一下 禮拜四的時候 還是晚上要來公佈GDP 這很非常的重要 這個GDP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這個晚上 禮拜四晚上一樣 鮑威又要來發表演說 鮑威的話就很多 到底會講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我跟大家講 這個提醒你禮拜四晚上要注意 禮拜五晚上也一樣核心PC物價指數非常重要 我們昨天都講過了 這些這些數據 都可能影響到走勢 那我認為大幅度往上漲 有可能就在禮拜四 禮拜五 這個大家可能會提前做一個反應 所以到時候我們再來看 那也就是明天可能還是一樣 大家觀望氣氛可能還是3000億左右 那禮拜四也許 或者禮拜五就開始出現比較大的波動 我們就到時候再來看 好那最後看一下加權的部分 加權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今天持續往上做一個這個帶動 本來找盤是什麼樣 是黑的是往下跌的 但是收盤的時候漲了146點 那大家看一下已經到了22431了 22431 我講過壓力在哪裡 在8月1號在22650 已經非常接近了 只差200點了 也許明後天就有機會來挑戰到 這一次會不會挑戰會不會過去 機率非常大 昨天已經跟大家講過 台積電已經開始往上做噴出了 往上這個往上創高了 那今天台積電又在創高 對不對 那我昨天其實就跟大家預告過了 那台積電在8月1號的位置已經過了 好已經都已經突破了 那我告訴大家 會帶動加權開始往上做一個帶動 那甚至他一突破就是到23000 好不好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把握機會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操作 趕快來找我好不好 到我們LINE上面來詢問 直接來問我說 老師你想跟我們一起做同步的操作 那今天節目到這邊 歡迎在下面做留言 明天再見 明天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